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葵花籽油 你也可以用融化奶油没有问题 蜂蜜 再来是狼母酒 那你可以使用其他的烈酒或是你可以省略掉 那如果你有加的话 整个蛋糕的香气会更为鲜明 我今天使用的是食物调理机 那你可以利用果汁机来做这个操作 就是把它细碎成这个大 就是小细块状也没有问题 然后高速 在这个步骤你还是多多少少 可以看得到它一点点的这个柠檬的这个果皮 所以你在吃这个蛋糕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一点点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它 然后把它刮到这个盆子里面 待会来使用它 粉类的部分 我今天使用的是中筋面粉 那你可以使用低筋面粉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关键风味的粉类 就是细膜的杏仁粉 我们在做马卡龙用的这种杏仁粉 所以先把这两个粉类混合 然后再来是这个泡打粉 那一定要使用泡打粉 而且分量必须非常的精确 它会影响到整个最后膨胀的结果 然后把泡打粉加进来 然后盐 一样再一次混拌均匀 为了让它的质地更为轻盈 还有细腻呢 所以我会把它过筛过 这个步骤我们要操作的是来打发我们的鸡蛋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四颗的这个常温鸡蛋 那常温鸡蛋所打发出来的这个质地 会比较细腻一点 它的体积也会比较大 所以先把四颗鸡蛋 放进我们的打发波 我今天使用是立式搅拌机 你可以用手持的搅拌也没有问题 手持的这个电动打蛋器也没有问题 我们先高速打发两分钟的时间 让它呈现比较明显的气泡再来加进砂糖 两分钟之后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已经有大量这个气泡产生 接下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这个所有的砂糖足次加进去 在高速打发的情况下 加完以后在高速打发大概三到四分钟 让它整个蛋液呈现这个浓稠的质地 我们大概又打发了三分半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蛋液的质地 它必须是一个浓稠的状态 就是你摇起来的时候它会缓慢的坠落 然后这个状态呢它才是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要求 好蛋液没有问题之后 如果你不介意多洗一个搅拌波的话 我会建议你准备一个宽口的搅拌波 或是你直接用这个打发波来做后续的混拌也可以 那我就利用这个宽口搅拌波 把所有蛋液都先刮进来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这个浓稠 好蛋液都进来之后 接下来要混拌进来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准备好这个 柠檬泥的部分把它一次都加进来 这个时候它的温度是在常温 我们先把它混拌均匀 这个的混拌技巧并没有特别 因为我们的粉类里面有这个膨胀剂的关系 所以你不用过度担心消泡 主要的目的要做到均匀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预拌好的这个杏仁面粉 杏仁面粉也是一样 你可以分两次或是一次加进来 那我就是一次让它加进去 好面糊均匀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面糊的这个入模成型 烤模的部分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6寸的可可洛夫膜 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它外面这个纹路 然后中间中控柱能够产生类似像黄罐的这个效果 它是一个6寸的 然后里面必须喷上这个足够的防粘烤油 或是你抹上奶油也没有问题 然后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杏仁柠檬的面糊放进来 然后尽可能在这个步骤能够让它分布平均 好所以我们刚才大概整理一下旁边滴出来的面糊之后 接下来比较重要就是让它里面的这个面糊比较均匀 所以你可以大概端起来大概敲一下 然后利用这个竹签画进这个面糊里面 不要刮到旁边的这个防粘烤油 好等面糊你觉得已经均匀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放进烤箱 所以你的烤箱需要提前预约到设置180度 华氏350度 放进烤箱的中层 烘焙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是33分钟左右 我们今天全程的烘烤时间花了33分钟左右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份蛋糕 不太确定它中心是不是有熟的话 就是拿这个煮前刺到中心的位置 如果出来是干净的话呢 那它就可以出炉了 那出炉之后我们让它留在烤模里面 至少要让它给半个小时的时间 等它完全冷却之后我们再来做这个脱模 Ryan smells super good Yeah I won't 全柠檬这个蛋糕最大特色就是 你真的可以闻得到这个柠檬的这个香气 因为它保留两颗这个柠檬外皮的感觉的香气 所以跟一般的这个柠檬蛋糕比起来 它有更出色的这个风味 这份蛋糕的脱模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前面有喷了这个防沾烤油 所以主要的会黏住的部分 就是在中心住这个部分 所以你就用这个比较薄的这种脱模刀 伸进蛋糕的中心的部分 然后贴紧这个柱状体 然后绕一圈之后 就可以轻松把它分离开来 然后就准备一个往下 然后旁边这个部分 你也要预先把它划开 然后把它倒扣 那蛋糕体的装饰有非常多种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 110克的这个糖粉 混合大概3克的这个玉米粉 然后加上24克柠檬汁 混合之后 然后等到你的蛋糕体完全凉透之后 淋浮在上面 这支短片我要为各位示范是如何利用这个白巧克力 来做这个巧克力净面鳞这样做法 所以首先比较重要是你选择这个巧克力的品质 稍微好一点 而且最好是甜度比较低的 先把它放进这个耐高温的这个玻璃波里面 另外一个这个净面鳞香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吉利丁 那我们需要先把这个吉利丁 切成这个条块状 然后利用这个冰凉的冷水把它泡软 然后也让它这个吉利丁的这个不好的味道先去除掉 好这是预先要准备的 好我们就准备一个这个厚底锅 然后把细白砂糖 然后这个玉米糖香 玉米糖香你可以改用蜂蜜来取代也是没有问题 好再来是这个冬无性鲜奶油在冰凉的状况 然后我们全程保持稳定的中火来加热溶解掉所有这个砂糖 好我再分享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做法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白巧克力做成有风味 譬如说是抹茶风味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前面加热的时候就把这个抹茶粉一起加进来 已经这个份量的话大概搭配10克的抹茶粉 它出来的风味跟颜色会刚刚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温度 好目前温度是到达大概80几度 是一个吉利丁的软化温度 所以我们就把刚才的这个吉利丁片 捞出来拧干然后加进去 然后随即把它拌开让它完全的溶解均匀 好当你觉得它的溶解度应该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关火 然后把它过滤过一次 接下来趁热就把它加进我们前面的耐高温波里面的这个白巧克力 然后把它拌开让它完全的溶解均匀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让它有点点颜色的话呢 你可以利用食用色素加进来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你想要的颜色 那我今天就是保持它原来白色巧克力的颜色 我们确实混搬到所有的白巧克力都完全溶解均匀之后呢 接下来的步骤就等待降温 那如果有担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大气泡的话 就利用这个滤网再过滤一次 把这个气泡消掉 那这个气面淋浆要降温到24度到27度之间才使用 如果你要比较快的话呢就把它放进冰箱 然后适时拿出来搅拌 它的降温会比较快一点 那我们先把它放回冰箱 今天为各位示范这份蜂蜜全柠檬杏仁蛋糕的做法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将蒸熟的柠檬先经过乳化作用以后 再拌进我们的面糊里面 也因为这个柠檬皮经过蒸熟 所以也消去了它的苦涩味 而最后蛋糕体外面无论是加上柠檬糖霜 或是白色的镜面巧克力 都为这份蛋糕产生很大的加分效果 如果你喜欢我精卫做示范 最后别忘记我的频道 Enjoy